你好,我是白丁 这支笔的就是 现在其实是打算拿来鸡尾我下一个视频要做的笔了 然后才买的 当然以前有观众说要看这支笔了 但是看到标题都知道是哪一支 但是另外的72和73的话我没做过视频了 72的话那个是帮别人买的 所以说最后手上现在就剩这支74了 毕竟我本身不是卖笔的 我就单纯的分享视频这样子了 所以说那个视频真没办法做到 我手上有146了 所以我不可能说我再买一支72 然后放在那边这样子 好,那这是一支那个二手的笔了 然后包装上来讲的话 说实话就一个纸盒 然后这样很让我意外啊 百乐的包装每一次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像贵妃的包装我都觉得很不错了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 很像国产比的就是一些新品 后期品牌的一个包装 一个铁盒 然后加了一个 这个这种叫什么 就是一个泡棉吗 还是说那个塑料的一个包装的这样子一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垫 然后这个就有点像那个 因为这个给我感觉不太环保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它加这个应该是一个铁盒 然后加了一个透明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软的那种片 它不是塑料的 就一个非常软的片 用那个recuum foam 就是真空吸塑的那样子一个方法 然后把它弄上去的 百乐在做包装上面 不管生产还有设计上面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考量啊 然后上面一个pilot 好 那这支笔就是我最后选了 这个贴子还没撕啊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卖家还挺好的 买了这个土耳其兰 然后然后那个我不确定这个颜色 是不是那个北美的限定色 但是74的话这个颜色说 说实话真的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一样的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笔的尺寸 现在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个先看一下 那首先它这个笔的长度 我以前买过一支了 其实74 然后这一次是第二次买了 因为以前买那支送人了 我就没做视频了 这一支是这样子呢 首先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是它这个长度非常够 有些终于像一支现场笔了 因为很多现场笔它是那个 呃长度就特别国产的 都是短一节的 如果有看我别的视频 然后呢再下来这个粗细度来讲的话 个人觉得不是很够 如果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基本上为了一个手小的女生而去那个 拿错笔了 这个是最近在基尾的一个笔尖 就基尾的那个14k的笔尖 可能因为我握笔的时候 鞋度变大了 就是侧面的鞋度 我是指现在你们视频这样子看到这个鞋度 比较大 所以说呢 我觉得好像用起来的话就比较滑一点了 就是可能接触面不一样的 比较滑 不会那么的刮 好那首先看一下百乐的五号间呢 那基本上 呃要基尾到百利金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们看一下后面的笔尖啊 粗细是差不多了 即使不合适的话 你把这个间就调整一下 它一样是能装上去的 就是看你手工了 当然没什么事就不要抓死了 那首先它这个长度来讲有遗传了146的一个优点 但是比我能看到它是比146要细的 跟百利金M200是差不多的一个粗细 那这个呃 体型的话由于它有7273了 所以说 你只要看尺寸来买就可以了 跟145146一样 或者是呃 写了21k对 或者百利金的一个200 400 600你直接看手买就可以了 你手手小那就选这个 手大的那你就选一只大一点的 呃 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去讲 因为 你一个比如说我146的这个大的笔尖 然后装一个这么小的200的笔尖的话 那个说实话那个样子吧 或者那个使用起来那个感觉吧 真的是会很别扭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啊 ok 哦 不好意思 那个忘记归零了 ok 好 141 啊没有不止不止 142左右的一个长度 不知道官方的那个我没看了 说实话我通常不会讲究到这么细 然后再下来了是这个 拔帽的长度是127 那能看到基本上你这样拿是刚刚好的 没有问题啊 所以说百乐的文作为一个文具文具品牌嘛 他的一些文具的一个设计经验 基本上你都不用去怎么讲呢 不用去质疑他 那基本上都是非常稳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重量啊 22.5非常精准的一个重量 然后再下来 14.5重量上来讲也是算轻的一支 当然 要跟百力金的那个十克笔呢 我觉得应该没多少笔能做到 好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的一个笔尖 然后这一支是二手的 刚好 其实我他一开始的话 呃 回来的时候你看这里还有点墨的 那一开始拿回来肯定是非常光亮的 像里面的这边这样子了 我拿的时候我已经清洗过 就就是整过一遍了 然后说再来给你们看 就尽量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样子 但是这一支笔用久了 都能看到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毛痕了 但这个呃 也没办法 你笔不可能说完全不会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伊犁 哦 非常的 漂亮的一个伊犁 写起来的话 应该滑顺度还是不错的 我买的是一个F肩 是不是F肩 对F肩 然后你看后面的伊犁 夹得非常紧呢 但是应该是遗留了百勒 百勒的一个传统 控墨非常准 然后呢 那个出墨非常大 就是非常细 但是出墨又非常大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这基本上就是百勒的一个书写特色 然后看一下这个伊犁 那写起来 暂时这样看的话 应该是比较滑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小间了 小间的话 它的控制也会就品控做的 也会比大间的好一点 因为大间的毕竟那个间的比较大 然后你还要裁一条这么细的缝 但难免会有点品控问题 但是小间的话就不会 小间的话相对来讲控制会比较好 然后百勒的这个笔尖吧 还是一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它跟 万宝龙和百勒金的那个笔尖还是差一点 就是这个压压花的一个设计啊 好那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整笔先了可能要打开一下对 放点阳光进来啊 今天这样子应该会好看很多 那首先这支笔我们能看到我 呃百勒的日笔吧 不能说百勒日笔 我个人建议不要买金色的 因为金色拖度的一个情况吧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 而且是不少支上面 虽然说我没买 但是有跟比我交流的时候 这个情况并不是少见 呃百勒的一个呃 比身的话 它跟七色不太一样啊 那我还是要拿146来做一个对比 虽然有点不太公平 那146的话是这样子 你看到它一样 这里是有一条曲线 它是腰线是最胖的地方在这里 但是七色是应该唯一一支可能很太细的 所以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出息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但呃有看过七色或者八色五的 它都是有这样子一个腰身的一个设计的 然后再下来了比比身的一个长度来讲的话 不会像百利金的200的这样子一个这么 就是故意给你说的很短的这样子的一个 呃一个设计 但这个小球等等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这个的话买银色 我觉得就呃买日比来讲非常的稳妥 然后上面写的是一个custom七色这样子的一个呃什么 就是正常的一个压纹 然后上面的一个鼻顶我有点意外是透明黑 然后这边是一个黑也是透明黑 我个人是喜欢那个深就实黑色那样子 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然后用了透明黑看到里面的这个我就觉得好像差点意思这样子 然后摆了里面的这个套筒吧 也有一个防磨杆的一个设计 但是个人觉得你看到这里 这样呃能看到就这里有一个墨水的那个 就是墨水呃渗进去了 这个要拆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拆的 但是拆桥会比较麻烦 你要拿一个就是这个 橡胶片当然不用这么大的 然后塞到这个套筒里面粘住 然后呢 在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钱 然后压着这个 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我们现在是一个session view透视 就这个片比如说你已经压进去 然后你在哪钱子这样子往下压 然后这样子连套筒一起这样子拖出来 就是只有这样子一个拆法 所以说正常的话我试过我有一支笔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拖然后这样子滑到里面的笔帽了 然后这样子就没救了 所以说这个呃没有办法去补救 除非你真的敢去拆 那拆了反正拆笔有风险吗 还是那句所以说 没什么事情就不太建议拆笔了 那其他的一个笔握的跟就是一样跟200一样 所以说像我的手的话用习惯146800这种的 那基本上用起来不是很舒服 但是如果你的手是像可能是说我现在拿到这里 可以够到我虎口这个位置 如果你说我在前一点 那比如说手等比例的缩小 然后呃你拿起来这只不会手像我现在这样子挤在一起的 那你可以考虑七四 不然的话其实我不太考虑 笔尖的话 其实小笔尖的一个斜杆或者空笔杆一定会比大尖好的 这个呃要注意一下 因为不是说哪一支笔比较好 就是说小尖的空笔一定比大尖容易的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先去那个上下墨吧 好那个我刚刚忘记拿墨水了 我现在把墨水拿回来 然后直接上墨吧 他配的是一个空70 但我个人喜欢用的是空40多一点 这个的话还是跟以前说过一样 直接比一升进去然后一按 然后就可以了就是呃怎么讲呢 好的里面的蓝蓝色被我染成那个黑色了 就是这么一上就搞定了 然后这个应该是老的新墨器了 新的那个新墨器 观众跟我讲过这里是那个金属的对吧 好那个让我插一下这个笔啊 okok好 呃白乐的笔尖真的是银色笔金色好看了 金色的估计还要去找那个吉他大佬去给重新的度一下 我觉得是然后倒叉 然后倒叉 他这个倒叉也不还是不太习惯 算了这样吧 好那个我们来写一下 ok 随便找页吧 哎 拍了然后那个百乐 哇直接就出 其实我的我的筹字还是一样不要太介意 嗯跟就是没有那个七四二还有那个七四三就那种大五十号和五十五号间明显就是就是也是一样很细但出没很大 但是小间的话没有那么的一个明显了 那F间的话反正就是呃感觉的话就他这个F间不没有像那个14K还有那个三七七六 呃对三七七六的这两只的那么的就出来的感觉没有那么的细 有可能我用的这个Jherping的墨水吗 其实近百级的话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墨水 没有这个墨水 可能我用这个墨水就是流动性太高了就是快感墨水了 然后流动性也特别高 所以说会觉得这个比出没很大 但其实应该我现在这么写出没不是很大 你看我这个0.5的 然后这样子 当你看他这个粗细 呃我这只Waterman的粗呃粗细明显是比较大的 那我先写完这边然后再 呃给你们展示那个360度的一个书写啊 真的是美其实很早就观众跟我讲过了 但是我拍视频因为我是一条过的就是我没有任何修剪 我就直接就是一个一条过那一条过的话就是缺点就是跟人家有剪辑的肯定差很多了 视觉效果上但是也省了不少时间 好那个先试一下正常写吧 然后这样子我压一下尖呢弹性还是可以的 这个弹性还是ok的出没也是非常非常的顺 那我们试一下反写呗 来反写哦非常细但是这个鞋感非常非常的糟糕 还是一样呃呃 这边也是哇这瓜子的瓜子的左右两边肯定是肯定是瓜子的呃 还是一样不要360度写了这个没什么必要 另外这个的话 可能很久没用小间了真的很好控小间的比真的是非常好控大间的比真的难控 但大间的比说实话用起来的话整个体验感还是比小间好 就是极大感用小间的那个真的有点太奇怪了 那这个比的话反正就是呃看手行买就可以了 鞋感上来讲小间的会主力感会比大间的稍微再大一点 就是同样74和72的一个同样出息的话 但是呃这个对于你书写我个人觉得影响并不是很大 基本上还是你反正就是看手呗你的手哪一个合适你就买哪一个 就不用说哪一个比较好 然后现在上完末吧 就看到了就是有点这个说不出来的感觉 呃反正就是对大概就这样吧呃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有什么我讲漏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了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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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